在飓风扑向北半球之际 地中海东部岛国塞浦路斯 则正在遭遇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 在强风助攻之下 火势是已经持续了狂烧两天 并且加剧蔓延 至今已经造成了四个人死亡 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向欧盟等国际组织发出呼救 这起灵火发生在植被丰富的特洛多斯山脉 至今火势已经延烧了50平方公里 波及了至少10个社区 目前欧盟已经出动了消防飞机 从希腊起飞前往塞浦路斯来协助灭火 意大利也正在计划空中援助行动 塞浦路斯过去一个星期遭受了严重热浪 气温一度飙高到摄氏40度 很可能会因为极端高温天气触发灵火 但是警方也不排除蓄意纵火的可能性 目前正在调查一名67岁的男性嫌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